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834集 没有 他们都是普通人 不像您是悬门众人 他们和金管或是恶鬼合作 不可能能起主导作用啊 你也是一个领导 有些你们公司或者是个人的情况 你是不是不会告诉你的下属呢 当然 有些不利于员工为我们公司效力的情况 还有一些个对于我不利的情况 我是不会跟员工们说的 说到这里 张胜利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来 哦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是说 作为听贺的我那两个朋友 他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金管或是恶鬼的居所 如果咱们贸然采取强制措施 不仅仅打探不到他们背后的金管和恶鬼 还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害了好命 没错 就是这样 张帆点点头 继续又说 当然了 他们两个有可能是知道他们背后的金管或是恶鬼的居所的 咱们如果采取强制手段违逼利用 他们也有可能会说出来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不过我感觉这样的概率很低 咱们不能冒这个险 为了保住浩民的性命 咱们必须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可以动手 对对对 必须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 那 张先生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张胜利花银刚落 他手机响了 拿过来一看 眉毛轻轻一跳 诶 是刘志刚打的 随后 张胜利把目光投向张帆 学问道 张先生 您看我接吗 接 我去找刘志刚的时候和他发生了一些矛盾 用一辆面包车把他新买的宝马七夕给撞成了事故车 张帆担心一会儿刘志刚在电话里面说这事 让张胜利早做准备 以免说错了 闻言 张胜利脸上闪过了一抹惊讶 不过 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行 我知道了 随后 张胜利便把电话接通了 喂 老刘啊 是不是公司那边的事情忙完了 想过来找我们喝酒啊 我们这酒都已经喝完了 你可没这个口服啊 张胜利的声音稀松平常 持续着之前的情况继续表演着 喝什么酒啊 我这边出了点事 心里面窝窝 你人脉广 我先让你帮我找几个能打的人 帮我出口气 帮我报仇 哦 出了什么事啊 张胜利很自然地问 当下 刘志刚便把在饭店门口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张胜利 听完刘志刚的话 张胜利面带笑容 对张帆竖了个大拇指 张胜利这种受到欺压 反过来打了想仗是欺人人脸的情况 让任何人听了都是会有功名的 无论你现在有多少财富 有多么高的地位 那都是从弱小成长起来的 人在弱小的时候 谁没有几件人气吞声的事呢 哦 我知道了 我马上给你联系人 帮你出这口恶气 张胜利痛快地答应了 听两人表面上的关系 张胜利是不可能拒绝的 那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 张胜利的想法是先答应下来 毕竟帮忙找或是不找 主动权在他手里 到时候还不都是他说了算吗 兄弟 多谢了啊 刘志刚表示了感谢 张胜利刚想跟刘志刚说挂电话吧 刘志刚忽然又说 哎呀 不行啊 这事我越想越是窝火 要不我去找你 看着你帮我找到那个仇人 我这心里面才能踏实 不然我这一晚上都睡不着啊 听到这话 张胜利眉头一簇 下意识把目光投向张凡 张凡则用唇语 说出三个字来 让他来 获得张凡的受益 张胜利说道 行 那你来吧 我在家里面等你 行 我马上过去 张胜利把电话挂了 对张凡说 张先生啊 这 我真的要帮他 找对付您的人吗 赵 那 那好吧 他知道 我认识一个有热兵器的团伙 以刘志刚的性格 一定会让我帮忙找那个团伙 我知道您本事不小 但是 这火武器 您还是得小心呢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其实 这都这么晚了 我可以不让他过来 然后明天 我再找个借口出差 拖他个几天 说不定咱们这个事 都已经解决完了 那又何必要冒这个险啊 没什么冒险的 张凡摆了摆手 张胜利的眼里 闪过一抹疑惑了 我只要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伤不了我 以张凡如今的速度 他只要和持有火武器的人 保持三米以上距离 就可以轻松地躲过火武器的射击了 另外我也不会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把火武器描准我 他们持有火武器是违法的 从他们接受这个交易来看 他们之前一定是用火武器 伤害过不少人 为了以后不会让更多人受到伤害 我准备让咱们的干警把他们给端了 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张胜利听了 下意识点了点头 说了一个好字 我让刘志刚过来 主要原因不是这个 这不过是捎带手做的事 哦 那你让刘志刚过来 主要目的是什么呀 我和刘志刚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一种面向 可这种面向却是转瞬即逝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这次让他过来 我就是想看看 他有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面向 如果再出现那种面向 那么很可能就会成为 咱们解救浩米的重要条件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